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可以先讲就是影片啊 这个材质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女人一样 就是慢慢会老去嘛 所以平常就要替她做日常的保养 影片的日常保养就是比方说温度湿度 你帮她要控制一下 那如果说你口袋骂口骂口的话 或是觉得这个影片是有它的重要性 我就可以替她进行一些美容手术 对 那美容手术有分小的跟分大的 有微整形 对对对 对 还要动刀的 对 还要动刀的 那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我们就直接在影片 直接做影片的修复 影片修复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啦 你要看它有没有发霉啊 扭曲啊 变形啊 直接在影片上面直接做这个修复的动作 那我觉得数位修复 比较像是复制人的感觉 就是你要必须把原始的这个胶卷 把它先输到电脑里面 变成一个数位的档案 对 然后再把里面输出来的这个一个一个 一格一格的这个图片 一格一格在做修复 哇 那是一个很精细的工作 对 所以其实你看一部电影如果是大概一个半小时的 一秒钟就有24个 是 对 所以总共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是有13万格 所以你就要在13万格这样一格一格一格慢慢的修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又缓慢的一个工作 对 我知道其实经过时间的流逝 这些老电影甚至有一些胶卷是被丢掉 然后是有人就真的很有心 从垃圾场再把它捡回来嘛 对 所以 对 就是当年真的就有一群人就是好像是傻子一样吧 对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多 很有趣的老电影甚至是老电影相关的文物 都是因为当年有一些人 其实也是很少的人 然后到垃圾场去 甚至据说后来还要跟慈记合作 因为去打听说哪一个垃圾场 如果真垃圾到了 对 这边有 这边有就是很多胶卷在垃圾堆里面 然后可能就有一群人就会赶快重去 把它先救回来 因为其实后来因为有所谓的数位保存的原因 大家会慢慢的开始觉得好像 影片是不是不是那么重要了 甚至相关的文物也没有关系 我就把它扫成数位档就好了 所以把原始的这些胶卷 这些物件就是扔掉了 好可惜 对 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就是 就觉得好棒喔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都是因为当年有这些人 努力地把它收集回来 把它修复好 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守护我们台湾的电影文化资产 其实当年我们的年纪应该差不多 就是当年我们看到一些台湾新浪潮电影的时候 跟现在回头我们再来看 前两年我看到了中影开始做数位修复 我看到了我记忆当中的练练封城 我相信其实不一样的影迷 他再回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那时候觉得画面好美喔 怎么这么的仿佛我的记忆又回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数位修复之后的练练封城 好 要不要放哪一样呢 你怎么这么久不来了 我习惯了吗 你早不靠近了 我说你怎么没来找他 你说他现在回去 他們家的人怎麼會這樣會不會 從你們才出去了 不像剛才有聽到的閃爽 送你一條路人大聲 就是我們真情的諾言 你們在家中看不見 我们大家还是站在那儿 后来我心里吃饭 梦没泪打 我想去爸爸送我泪打的心情 好 我刚刚说 其实每个人回去看练练封城 这个时候再看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其实数位修复 修复了很多很多技术上的 把它做得非常的完美 可是有一些人 可能不这样觉得 对不对 对 其实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好了 就是因为我们会研究电影嘛 所以其实侯孝贤的练练封城 是反复观看的教科书等级的作品 对 然后所以我们心中就是 已经有一个那个练练封城的样子了 对 所以后来到西院看到 练练封城的 对 它的数位修复版的时候觉得 哇 怎么这么干净又明亮的 这跟我心中的练练封城差很多这样 对 不一样 而且其实不只是就是作为观众 甚至连侯孝贤导演 摄影师 剪接师 他们也觉得好像光线是不是哪里 也有点不大对劲 李平平老师就 是吗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拍的吗 对 就是结果后来是发现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练练封城 是 是 对 那当然这有很多哲学的问题在里面 就是说是不是数位修复之后的 这个影片是要符合当初创作者 对 他本身对于艺术的想象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对 那所以你说后来的那个样子 可能就跟他原始对于创作的那个 对原始的那个艺术的那个状态 是不是那么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会需要 大家再去做更多的研究跟讨论了 对 好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亮文 来帮我们看好多台湾精彩的电影 谢谢 谢谢惠玲 一定要开心 谢谢你 谢谢